這個節目是不提供的支持者的提供 它還有一個比較大的特色 不能說它最強但是其他人也贏不了它 哪個部分猜猜看 早安好50 巧本事務所 給自己早上回 今年是幾年 2023 非常好這支片子上我都不知道幾年了 呵呵呵呵 沒有可能你 要過年看這支喔 2063 我都明明想說我不是才剛跨年 然後怎麼 嗯? 馬上又一年過去了 一年又過去了 留學生來來去去這麼多人 今天什麼系列 留學系列 今天要講什麼 半官方機構的語言學校 好 半官方機構應該有同學 有猜到你猜猜看 原學校是公立的還是私立? 有沒有私立的原學校 有私立的 大部分都私立的 嗯 有沒有公立的 公立的? 嗯 我還不知道有公立的 有啊有啊大學開的啊 哦哦那就是公立的 公立大學開的那不就公立 哦哦 私立大學開的那不就公立 哦哦哦哦 那有沒有日本政府開的 有嗎? 有 政府開的 但你報不到別問了 因為那是公費生 欸?公費生? 他們有國費生的語言學校 欸有這樣子的喔? 他有公費生 日本政府會有 可是他不是一個學校 他不是學校 他是一個資格 你考上那個公費生的語言授訓 他們會派到某一間語言學校上課 欸是這樣子? 大使館學校的語言 東京不是有間俗稱大使館學校嗎 嗯嗯嗯嗯 不小心都可以撞到美國大使 哎呀 哎呀 撞到非洲人 什麼 奈吉利亞大使 哎呦 他有一間學校都這種 這個叫做公立的 可是他學校可能是私立的 可是他們的制度不一樣 這種課你不知道不到 他們是 欸是這樣子喔 像台灣不是有一些政府單位 對有 會派去日本上語言課程 哦 他們這個就會上 當地指定的某一些語言學校 哦 對 那有公立的 有啊 東京大學語言 當然你也不能保啊 哦 有一個方法可以最簡單 不用讀東大 也可以讀 東大的日語版 怎麼 怎麼去 請東大的太太就可以 有啊有啊 可以這樣子 他就寫東大生 或者是東大的老師 嗯 東大的教授還可以上日晚班 欸 就這樣子啊 我把教授都不會上日 哦 然後還有什麼呢 學生的配偶 或者老師 教職人員的配偶 但是我覺得男生 不要弄那麼複雜 那我們今天討論的是什麼 辦官方機構的語言學校 辦官方機構啊 基本上 我先賣個關子 你應該知道 這一開頭的那個 我不想要講那個 不然我知道好多人 不會 好 就是他辦官方單位 就是一個什麼 什麼公益財團協會什麼 嗯嗯嗯 然後他們每年 最 這個單位都會幹嘛 他們在台灣 最大的業務內容是什麼 他們在台灣是發獎學金的 這獎學金喔 我不是 這一開頭那個不是嗎 哦 不然你以為那些什麼 協會發的獎學金 就這個協會發的 哦 真的喔 我不知道相關 每年 不是每年 大家都去考 然後考什麼獎學金 全額的 還有家族書 就是他們發的 哦 是喔 有有有 有關聯繫 我不知道耶 天啊 所以他們會有發證的 哦 然後它是一個 它不是官方單位 它辦官方的意思就是 它有點像 官方下面 旗下的一個 一個單位組織 嗯 懂嗎 它也是官方 但是 雖然它是辦官方 是因為它是 它的名頭 不是政府 嗯 也不是公立大學 嗯 它的名稱 可能是XX公益 嗯 就像那個 交流協會啊 嗯 它不是寫採訪法的 哦 對啊 它也 它有點像 辦官方組織 但它其實已經是 官方了 像辦官方單位 有沒有 沒有語言學校 有嗎 有 有啊 在哪個 哪兩個群 有 大阪 不然呢 對啊 包吹開了 你知道這種辦官方單位啊 那想說 啊 我大概猜到是哪個 哪個學校了 對 沒錯 就是那個辦官方 留言流起來 我們現在有 代理這間 那也不是代理 就是因為太多人問 然後就有一天就寫信剛 跟他說 他說 我這邊是台灣的事務所 有很多同學在問 嗯 我可以把學生丟給你們嗎 嗯 然後他就說 哦 你們這邊承接嘛 我說承接啊 但是 我們這邊是 合法單位嘛 他們也是很好的 協會嘛 然後他就 得罪禁辭耶 這什麼了嗎 他從 看文件喔 他看了 為什麼 他想說 他想說 想說算了 辦官方 我們得罪不起啊 真的 真的 他看一看就沒問題 好啦 看一看 不收錢 學生什麼都不收 就要抱你們 都不收 你收就好 欸 我幫你看 問題就來了 你覺得 半官方的語言學校 台灣學生 國外學生 什麼樣的人最多 蛤 半官方的 你一般人不太抱著你 因為你可能也不知道 可是他教得真不錯 社會人 可是他不好 他不好 他沒有就業 他沒有就業 可是他數學英文 只要是開班 只要是開課 他全開一人也上課 那所以是要升學的同學囉 你要唸日文也可以 喔 你要唸日文 單純唸日文也可以 這種學校什麼人最多 不知道耶 是那個嗎 你們都想太多 辦官方單位就是跟 國外的 其他國家辦官方單位 做交流用的 我反而是做交流用的 譬如說台灣是不是有一些什麼科 什麼中研院科 科學研究會什麼 對 但是台灣有很多這個 他也不會送一般的一個學校 他們就會送到這種辦官方去 喔 嗯 除非他們在當地 譬如說我們那一間俗稱大使館的學校 嗯 除非是像大使館學校這種 他們自己在日本當地就有大使館 然後他們會簽約 辦公室附近的一個學校 然後上課都去哪一上 喔 就有進 可是辦官方就是有點像 譬如說台灣的某個單位 嗯 什麼研究機構 他們就會送取這種 喔 因為他辦官方單位說文件開得出來 嗯 然後他要是辦官方 基本文件是沒問題 所以辦官方單位的 申請文件要求比較嚴格 喔 反而 喔 他又不是學校隨便熟 喔 他不行就不要 喔 有點像公務機關這樣 他就是公務機關 喔 喔 這個是真的很神經 你知道 辦官方單位的理由就是要多神經嗎 嗯 怎麼說 他的課所有都會開 嗯 你一般私立的不見的人 你說所有的課會開的意思是 大阪不是有一間字母學校 本來有申選現在的內容 本來有分校現在的內容 不要說我說的 看官網自己的東西 我那天看到我都心寒了 怎麼那麼可愛 蛤 但是辦官方不一樣 嗯 嗯 辦官方的特色是 你才才開 你剛剛說什麼課都會開嗎 就代表 對啊 他可能是 角色有一些語言學校 他們不是說要生什麼數學英文的 對 是人數到才會開 對 這個不回 這個只要有人就是開 他會什麼都開 嗯 然後呢 他還有一個比較大的特色 不能說他最強 但是其他人也沒有他 他們這個是學生辦官方單位 所以日本所有的學校 都要拼他的 所以你的學校還在那邊 要找哪一個研究所 哪一間大學 他補誘 打一通電話 學校就要起來跟他講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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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還變了 謝謝 謝謝 哦 學校是要站起來 哇 這麼大 比如說你是要報研究所 到大學的時候 假設你要報大學 那是有很多入學院書什麼 對 那他們只要通知一下對方學校 學校的文件就會馬上去錄補 他們的效率會很好 會比一般的還是更快的 我只能說是好而已 但是效率好跟 你錄不錄取沒什麼關係 這倒是啦 你成績不好效率再高又 有 想到幹嘛 你去讀那個就能讀東大嘛 別鬧了 也是 然後 兩碼子的事 我只能說他都有教 然後他們調動資料 可能會比其他民間單位的 學校來得更好 當然也有很厲害的學校 這我不排除 但官方單位 還有一個最後的好處 還有好處啊 他只有 你看是不是 對 然後課程也比較穩定一點 對 還有最後一個優秀的地方 我覺得 跟其他學校也是沒得比的 就他是贏的 但官方 這日本只有這兩者 還有什麼優點喔 猜猜看 同學讀語的學校最怕什麼 你現在是不是在螢幕上 已經開始心有七七年了 再問怎麼辦 三人之一 你是說 哇 同學 這樣好 讀語的學校最害怕 他讀語的學校的時候 最害怕什麼 日文不好 不是 我管他 他日文不好 他自己不念書 也是 同學最害怕 我們現在要想 有沒有同學讀得很好 有 成績也很好 很認真的 他最怕什麼 他怕搞不好 不會 他成績很認真 可是他會怕一件事 他們現在可能有人會遇到 啊真的嗎 學校官邸啊 啊 不是嗎 沒有想到這塊對頭 你覺得方官方會打嗎 不會 哈哈哈 我如果要弄到 我就咬頭了 咬頭了 咬頭了 白怪 他不會倒好嗎 就不然就算倒 他已經有想像的 把他幫你處理掉了 嗯 懂嗎 所以這個 這樣的學校就很大 不過一般來說 不 辦官方的學校 你自己上網報就可以了 嗯 可是會不會有一些 日文折渡比較沒有那麼好的同學 可能會怕聯絡上的一些失誤 對啊會啊 辦官方還有一個缺點 有缺點 有 他沒有宿舍他先叫 哦 原來是說他宿舍也都滿了 哦 對啊 他辦官方有自己的宿舍 不過那個宿舍優先是給其他的人用 哦 不是給 不是原班的學生 他會可能給其他的單位 哦 所以就變成說他 他有直接說 你們如果要接當等的話可以 但是你們要處理學生的宿舍 哦 然後我就說沒問題啊 我就先可以處理 他就問了一下你不怎麼處理 他不覺得那幾間大的 對 他講完名字 他說哦 你都送這福 當條都送這些大的不是嗎 他就說哦 那可以嗎 對 可是因為辦官方的缺點就是 他們不能隨便跟民間業者合作 不行啊 為什麼 不是啊 你辦官方你想啊 假設他現在沒宿舍 他隨便找一個不動產可以嗎 他是要那個公文要一路上去 哦 好 想要公文就知道 你要跑 要跑好多時間 他要跑很多公文 哦 然後跑完他失敗 哦天啊 所以他直接叫我們教育者 自己想辦法 所以說跟他沒關係 有點像如果沒有宿舍 我們得幫學生想辦法 可是本來我們就不做啊 像這種辦官方單位的同學 我最推一種選擇 想要 講學金的學生 沒有他就做生學 你要生學的同學 怎麼可能一讀就有講學金 就選擇 這種就是 你如果想要生學 你要怕學校教不好 或怕學校沒開班 就選這個 哦 對啊 對啊 因為他課程就會比其他 然後他定員數很少 但他什麼班都開 然後他說說 他們主要是看課程那種 都是做生學 原來如此 對啊 好啦 今天介紹一下辦官方 如果你找到這一開頭的那間 然後他有東京校跟大阪校 沒錯 就拿幾個 然後他就發獎學金 太棒了 台灣那個大獎學金 就是他們其中一個進行單位 還有一些留學生 留學長什麼 他就是那個頭這樣 我沒有想到他這麼大條 沒有 可是問題是他 他也不是很熱衷在招生 哦 因為有其他 對 他是辦官方單位 他這有點屬於 像是有人 要上他才熟 主要他們是處理 各個辦官方之類的協助 反而學生的話我會建議說 如果你真的真心想要 安全一點的學校 這種學校不妨可以參考看看 嗯 好那每次 今天什麼系列 學學系列 今天講什麼 辦官方機構的語言學校 有好有壞啦 就算他都有開課 但他的課程 並沒有補習班開的厲害 對 一定 不是有日本補習班 開的語言學校 那個申選是真的強 他連答案都有 那個真的太厲害了 然後就是今天考完是 明天有答案 明天上課對答案 超棒 辦官方就沒那麼省了 嗯 好啦 每次結束都要跟大家說什麼 請同學 訂閱按讚 小鈴鐺 這樣會說什麼 掰掰 掰掰